最后新闻来看到为了确保医疗量能 新北市宣布启动长照机构在地安置隔离治疗 也就是呢全市312间长照机构一旦有确诊者 就直接以视讯诊疗分区隔离照护的方式 来加速给药治疗 希望让脆弱族群迅速得到治疗 也借此降低医院的战床率 新北市每天确诊数正式迈入万人大观 居家隔离人数也逼近五万 在各医院纷纷传出急诊外塞爆PCR的民众 为了保全届时中重症高风险族群就医权不被排挤 市长侯友宜宣布 由十家核心医院分区负责全市的长照机构医疗照护 跟新北的十家核心医院 还有所有的321家312家的长照机构 我们都做一个沟通 也请我们核心医院负担起分区 会这么忧心不是没有原因 摊开数字 目前新北市每天居家照护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 预估到了5月中还会更高 各位看到居家照护 成一个快速的一个朵波形的竹线往上 昨天2万5 今天3万 大前天2万 所以每天最少5000名的居家照护 这个量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转移更多的人力物力 来做好确诊个案的居家照护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保有中重症的医疗量能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新北市的居家照护已经突破3万人 保全医疗量能是新北市目前防疫的重中之重 市长护友仪特别呼吁多加利用通讯诊疗 也就是以手机或笔电等远距问诊的方式 不要直接就往急诊或医院里冲